唯一就是这几点不同 那其他要练的内容其实是相同的 那练习哪些内容呢 我们的基本功有哪些内容 那当然呢 我们翻了好几本书 书上怎么说 所有的书上 大概基本上我们所谓的基本功内容就是四个点 气 唇 舌 指 那这个我相信稍微有在网路上搜寻资料的 我会有看到一些老师们写的书的 大概都对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四大基本功 应该是不陌生 那在老师们的书上呢 有的老师的教本上他有专门写 所以我怎么去安排我每天的基本功练习 基本功练习的 比如说像马迪尔老师他的书上 他的基本功练习呢 他就写了几个点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发音练习 好 发音练习我们之前讲过了 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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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接着这个发音练习呢 找到什么 找到我们的状态 好 就我可以马上进入我这个催zew子的状态 找到好的声音 好 找到好声音 调整我的气 调整我的这个气数 调整我的口径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 他写到这个八度音练习 八度音练习 八度音练习配合什么 配合手指头的 子序 我们这个叫音阶 ソラシドレミファ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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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这个音阶当然配合手指头 好 ソ ソ ソ 这种八度音练什么 练 气息的控制 那当然气息控制还有配合什么 配合嘴唇 的控制 我们叫嘴静 口径的控制 对不对 嘴静 我在吹高音的时候 嘴心会比较大 对不对 这第三个部分呢 他讲到什么 好 强弱练习 大小声的练习 那大小声练习的话呢 那一个是练习 怎么去控制下额 好 那一个当然是气息的配合 好 第四个部分就是什么 站音或是练习 好 站音或是练习 收拾盒练习 好 这个是马迪老师 在他的书里面 给大家建议的 每天的基本功练习 那另外一位呢 来 我们来看看 于旋帕老师 书上怎么说的 当当当 今天是一个读书心得报告 好 来 于旋帕老师的中国主题 他这样的贴心 直接告诉各位 怎么样进行每日基训 怎么样进行每天的基本训练 那于老师呢 提了几个东西 他说 足迪的基本训练有四大类 气 舌 唇 指 好 气色 唇指 那于老师的想法 他认为呢 应该先什么呢 他说有三个东西要练 他认为第一个 应该先练手指 第二个要练习气息 第三个要练习舌头 好 这个是于老师 他在基训当中 提出来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见解 好 我觉得我还蛮认同 那大家可以听听看这想法 为什么于老师觉得要先练手指 大部分我们都会先练长音 但是于老师觉得呢 我们在练长音的时候 我们的 刚开始练底子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还没有到达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 好 那吹长音的话 他会达不到吹长音要的效果 因为吹长音你必须要 心很安静 然后你要很专注在我吹这个音 我的音高 音准 音色好不好 那他觉得说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一下子让我们的身体 或是我们的心态 达到这个状态 我们需要暖身 好 所以他会觉得说我们要先练手指头 为什么手指头比较快速而且见效 你马上就会看到说我手指头练得好不好 这个音阶吹得好不好 这个筷子吹得好不好 那手指头练完之后再来练长音 然后最后再来练舌头 最后再练舌头 这个是于老师他在提出来每天基训 就是每天怎么样进行基本训练的时候 他提出来一个比较特殊的见解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手指头部分的话呢 因为这个部分是于老师自己本身的一个练习 所以难度比较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 不见得一定要照这个练了 不然业余的爱好者可能觉得一手都练不下去 因为真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你看第一个就是筷子训练 很多快速的指序 好 然后插指训练 好 就是一些手指头这样插的 比如说拉手拉兜 像他这边其实说有这个 拉手拉兜 手米手拉兜勒 拉手兜 拉兜勒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指序 他就是这个 我们就插指交叉 这个练习我觉得对业余的玩家也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手指头的动作比较复杂 好 我再上一次去按做R的 拉手拉兜 手米手拉兜勒 拉手兜 拉兜勒 那这样练练对手指头的灵活性 其实蛮有帮助的 而且其实一个短短小小的练习 也不是很难 那每次练的时候 吹个十次二十次也很快 一两分钟就吹软了 对 而且部分专业跟业余都可以练 好 那再来一个就是打音 打音训练 打音训练这个在 在我们的手指训练上是蛮重要的 因为他训练我们手指头的动作的干净度 还有力度 好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